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 上次已經教大家Gregory的科技包容 那我們今天來到A11的山野行 A11五樓山野行專櫃 來跟大家講LIFESTYLE的包款 嗨 今天是平台大使小麥 來為我們講解 嗨大家 又是我 現在人進來了嗎 一個 一個 現場五個 嗨 大家好 我是小麥 又到了我們每個禮拜四中午直播的時間 那我們今天一樣也是會有直播的抽獎活動 今天也會有直播的抽獎活動 今天要大家幫我們在直播影片下面去留言 我拿了 我拿了 一秒變IG潮人Gregory 一秒變IG潮人Gregory 今天的獎品是Gregory的小林錢包 小林錢包 小林錢包 超想要的 超想要的嗎 超想要的 所以呢 大家 先給我 先給你 先給你 不然就這樣拿走了 你要興趣留言 所以大家等一下記得這句話 幫我把他留言到直播影片下面 OK 好 那我們上次其實已經 因為接下來現在已經三月都翻到四月 四月就有一個很長春假了嘛 那當然都會很常注意喔 所以我們又要來跟大家講包包啦 上次已經跟大家講過 就是Gregory的技術背包的部分 好 技術背包的部分 好 技術背包的部分 那我們這一次呢 要談跟大家介紹 Gregory這個老牌創新再進化 也就是Gregory Lifestyle的商品的部分 對 那大家看一下這邊 花花綠綠的這一面 花花綠綠的 這邊就是我們Gregory Lifestyle 就是休閒款式的 的背包喔 休閒款式的背包 對 休閒款式的背包 對 休閒款式的背包 那Gregory大家可能也看過一些 休閒款式的包包 那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他經典的 叫做Daypack Daypack他其實有 什麼 Day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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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天背的包 那他有個小故事是 他其實是 呃 三四十七年前的 登山包 就是長這個樣子 登山包演化 演化而來 可是那有點大 有點大嗎 他應該是登山包的始祖 對 始祖 對 這始祖 三四十 就是三四十年前的 登山包的樣子 還存在 蠻厲害 還存在 那現在就是變成一個 流行性的 一個指標的商品 可是那個 聲數太大了 太大嗎 那我們也有小的 好吧 像女生的話呢 他有這個是他的 Daypack的妹妹 妹妹 是有種 或是情人 誰 誰存我自己就要是女人 這個是 它這個就有比較小 神速的 變形的版本 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 這個水梯型的這種包包 樣子 就是 龜龜的日鮮包 非常經典的一個部分 好 非常經典 好 那 呃 大家看完這個東西 有覺得 有什麼感覺嗎 覺得你不吵 你不要 我無法駕馭這個包包 對 你沒辦法 我沒辦法 那 呃 那我是不是就要請 那我今天就要請出一個 就是真的非常有 潮流 非常會搭配的 我們特別來賓 我們歡迎今天的嘉賓是 秘密女孩 Vicky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icky 嗨 小麥你整個就是 臉色白 其實我不太知道 我等一下要說什麼 就是 對 那我很高興Vicky Vicky是我們的風格部落客 對 想知道我的秘密 可以知道我的Facebook 知道我到底有什麼秘密 對 我會follow 我會follow你的 我會follow你的 對 那 那我今天歡迎邀請Vicky來 是因為我最近 我最近看到她在Facebook上面 PO了這些照片 我覺得很漂亮 Vicky 妳這個照片妳是去 去做 去旅行嗎 對 我這是去 和歡山 就是過年那陣子 就是和歡山有下雪 然後我就 帶著這一顆 就是我的後背包 就是跟我一起去旅行 一起去和歡山上雪 那 所以是妳是 這個是 一天還是兩天 沒有兩天一夜 兩天所以全部的東西都在這個裡面 其實很 很能裝 像我今天就有帶來 就是 就是她 就是自從買了之後 就非常愛用 就是平常不管是旅行 或是日常 其實都很好用 那妳 那時候去兩天一夜啊 妳應該就有裝 大概都帶了什麼東西去 上次我會把比較 像是 就是會用的放在前面 就是可能一些簡單的錢包 零錢包 或是一些充電器啊 或是行動電源啊 然後一些女生補妝的口紅啊 粉餅都放在前面 然後就很好拿 因為她這個 她拉鍊這個設計 是很長的 然後就可以從後面 就是很簡單 就這樣 隨便一勾 就可以拿出東西 就可能隨便一勾 就可以簡單拿出 就是口紅啊 這樣子 補妝 就很方便 對女生來說 對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 欸 妳們沒有 還沒有先塞說 可以看裡面的東西啊 對 然後上面就是 欸上面就是這個 像我今天就是 呃 有帶筆電 所以就是充電器 放在這邊就很方便 然後這邊還有插筆的 很方便 插筆 或是女生也可以插個什麼 眉筆 之類的也是可以 然後這邊是可以放 什麼零錢包 或是粉餅啊 小鏡子 這邊還有一個夾承 都很方便 那 主袋呢 主袋裡面 我的主袋裡面 今天就是 裝了筆電 哇 她裝很重 好像很重 我看她現在好像有一點點吃力 對 就是 欸 裝了筆電 就是她這剛好可以 43吋的 然後可以有這個 保護的部分 就很方便 還有帶了圍巾 如果在晚上有一點涼化 就可以用了 對 那我看拿的好辛苦 是不是 很重 對 拿的有點重 那妳現在這樣出去 妳就背這麼多東西 去荷環山嗎 對 因為就是去旅行嘛 就是東西都在裡面 那妳這樣子背了兩天 會不會很不舒服 其實還好 因為她這個背帶 她這邊是很厚的 她真的是蠻舒服 其實背 背一整天其實也不會到 非常的重 她背起來 而且她這邊有可以扣起來 OK 就是可以比較更穩定 就是去分擔這邊肩膀的壓力 好像女生背背後背包 好像比較少有 就是這樣子 厚的這種 對 女生很多包就是 看起來好看 很使用性質有點低 就是背是很細條的那種 很壓 對 其實妳不用背久大概半天 然後妳可能放個餅店 背半天妳就會覺得 喔 身體有點沉重 她背起來好看欸 對 然後差不多就是這個 而且她今天穿高跟鞋喔 對 我會有壓力 會有壓力 欸 不要踩個腳 不要踩個腳 這很時尚啊 為什麼不要踩她腳 她就很時尚啊 就是平常就是 日常的穿搭搭配也是很好看 這樣 我發現她兩邊還有兩個袋子 可以放 像是我這邊就塞了水浮 像這麼大的水浮也是 輕鬆就塞進去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自拍棒 OK 就是可能說是就是 網美必備 網美的一個吃飯的工具了 對 想賣那一隻了啦 隨意就是塞進去這樣 就很方便 OK 所以這個包包 這樣好像真的非常不錯欸 然後搭配起來也是 對 很非常漂亮這樣子 對 那 呃 後背包的話 就是可以做比較長 比較多天數的旅行啦 那 喂 那另外妳這個我覺得 這一邊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照片 我是覺得它光線很漂亮 妳這個是在哪個地方 我這是去 也是去 就是台中玩的時候 然後就是我的一個 網美朋友帶我去的 最新 聽說是網美 就是台中最新的一個打卡點 叫 枝高峻的登山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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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網美們 枝高峻 因為女生比較少會背腰包 為什麼會選一個腰包呢 我經典也是覺得 就是想說 以前會覺得 腰包好像是男生比較多 但是因為 腰包是個Train 在2018年就是非常流行腰包 腰包是個Train 對 腰包是個Train 是什麼Train 對啊 是什麼Train 我覺得很不潮 就是腰包 背腰包很潮 不管男生女生大得小 像這個就是屬於 比較大size的腰包 你那時候就是背這個嗎 對 就是這個 但是不同顏色 但是從一個size 就差不多這個size 那我會想要請 我就想要知道 如果女生背腰包的話 大概 可以怎麼搭配 或是怎麼背 我覺得女生 就是 不要害怕腰包 因為腰包之前很流行之外 其實我覺得它也很實用 很好用 就是很簡單 就是 就這樣直接就背上來了 然後它就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它就可以擋一下小腹 擋一下小腹 所以吃到飽之前 可以背個腰包 對 然後吃到飽行程 背腰包 然後很 就是很隨性的感覺 背前面好像比較少 因為我以往看那男生 男生背好像大家都背後面 那我覺得前面有一種很可愛的感覺 然後有點就是 增添整體的造型 然後可以背側邊一點點 或是背正一點的話 就是拿東西也很寶貝 比較潮是這樣背 對啊 比較潮 比較潮 對 背後面 就是不知變通 對 拍照的話背後面也會很好看 很好看 背後會很好看 Take一下 Take一下 背後面 OK 看拍照怎麼拍 所以可以有很多種變化 可能從這邊 然後到這邊都可以 就看你 就是有一種隨性的感覺 背側邊我真的無法 好像好強 那 背前面的話 就是東西會比較好拿 這好像隔塵也蠻多的 對 這邊也是 拉鍊超好拉 尤其它又更 拉鍊超好拉 對 直接就直接拉 然後掏東西超方便的 對 就算你把這個包包塞到很爆很爆 也不會拉鍊很難 很卡住 對 因為它拉鍊很好拉 又很大 那它裡面的隔塵呢 這邊也是會放一些比較隨身的東西 就是放在前面就很好拿 然後後面這邊的話 就是可以 其實它後面空間容量其實蠻大 不要看腰包好像小小 所以我們如果去 戶外走 水壺 什麼東西可以丟進去 對 然後像剛才自拍棒 然後那個什麼 行動電源啊 線啊 全部都可以丟 然後可能還有 帽子啊 貨鏡啊 什麼都可以放進去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那個 就是袋子 可以放一些貴重物品啊 或是一些補妝 或是一些補妝 怕丟在裡面就找不到 對 或是可能鑰匙啊 或是什麼小耳環 這種東西 小耳環 對 沒有講過這種東西 小耳環真的是 完美完美你們聽見嗎 完美沒 沒有你可能要就是 搭配這些東西 可以放在這邊 比較說不會說 會拉不到這樣子 好 OK 非常方便 黑色 對 我有個問題想問 好 這大概是我今天唯一可以說話的地方 很久 很久 很久就是自從買到這邊 他陪伴我大概兩個月 結果我不知道這個到底是為什麼會這樣 你說後面這個黑色的嗎 對啊 他這個黑色的他其實是一個矽膠 最大的功能就是 紫滑 就是 可能大家以往會 背腰包 然後走路或走路 他會一直晃來晃去 對 他就可以真的很固定 會比較固定一點 對 想要擋小腹的話 就可以一直擋小腹 擋小腹 就不用再吸氣 就放在這裡就好了 我們男生背腰包就是來撞東西 女生背腰包是 擋小腹 對 他有一種就是 裝可愛的感覺 裝可愛的感覺 對 那 Vicky 我看你今天那個 你是背同一顆嗎 但是 對 但是不同的顏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 就是今天剛好很流行 今天Pantone色是紫色 所以非常流行 Pantone色 Pantone色是紫色嗎 我跟你講 你其實 你知道什麼是Pantone嗎 Pantone色嗎 Pantone就是 色票 色票 OK 來跳一下 Pantone就是色票 自己以為可以剪掉 剪掉剪掉 OK 我們在直播喔 對不起 Pantone就是色票 我覺得你很會選 因為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所以你們有什麼 好像這裡沒看到我這個 因為這個 這個黃色是今年的 春夏的新色 然後他只會在 網路的通路上面放鬆 網路的通路 所以你在 你在其他的賣場 會是找不到這個顏色的 只有網路上 只有特別 有聲搶先贏就對了 對 而且小白是不是上面有 對 它會有五個款式 像我們剛剛介紹過的款式 它會有五 總共有五種包型 然後都是這個 特別的黃色 我覺得這黃色 戶外拍起來很漂亮 可是它這個狀色很可愛 因為它是黃色 借黃色 然後再狀色 今年最流行的紫色 紫色 紫色 Pantone的 Pantone色 年度顏色就是紫色 對 Pantone顏色 就很可愛 那個花的顏色 幫我們說一下 花的顏色嗎 對 這個花 對 因為後背包的部分 因為像你腰包 是選了一個素的 對 那那個 後背包的部分 我看你這邊 你那時候自己是買一個花的顏色 對 因為其實我本身就很愛 看我的衣服就找不到 我滿愛這種 就是 石秀的花 土騰 對 而且今年也滿流行的 就是一些 石秀的土騰的花 那我覺得這種花 它就是 復古 然後 重點是 原本以為說 是不是有點難答 沒有 因為它在上面出現的各種顏色 紅色啊 黃色啊 綠色啊 或是 比較深的顏色 或綠色什麼的 它其實就是跟你身上有一個搭配 就是你只要有帶到身上 它這個包包上面 都不會很服 對 都可以搭到 像剛剛那個 像是 比如說我出去玩 然後可能就穿 一身都很沉 就是黑色的 黑色大衣 冬天嘛 就很容易只有黑色大衣 然後又黑靴子 然後配一個黑色褲襪 那這個包包 它就馬上就變成 跳出來 對 那個導播那邊那邊 你看 整個滿滿的花牆 哇 欸 小麥你可以幫我們講花的故事嗎 你上次講的我有點要睡覺了 這是我今天第二塊可以講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你有重要的你要知道的了 對 有功能 對 這個花花色它的名字叫做花圓油彩 花圓油彩 花圓油彩 對 它的設計是 可能歐洲 中古世紀的歐洲 它那種窗簾啊 或者是一些布料的那種 比如說 紡織品 它們會有這種 很復古的這種花紋 古典的花色 對古典的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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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能在城堡裡面 大概在法爾賽宮 就有八百年的這種畫 哇 對 所以它是 很高尚 看起來就會有 比較 稍微活潑一點 但是它也是一個 比較沉穩的 就是 復古的質感 對 但是 2018年的 全新的流行 全新的流行 它也是流行啦 因為它是經典花色的 對 那 Gregory 大家如果看一下的話 也會比較常看到 紅色的這個花圓油彩 以及其他的 比如說後面有 藍色的啊 紫色的啊 這個藍色的也很好看 它都是根據這個 這個 黃色的 花圓油彩去 變化而來 這個也很好看 而且今天又流行紫色 又流行紫色 對 所以只要有紫色就可以 對 有紫色就可以 好 好 那 剛剛Vicky跟我們分享很多 他自己的 去旅遊啊 搭配啊 跟大家 我們真的比較少 就是可以 真的有這種 很有 很 很有 風格的 這種 為什麼 想說陪弄輸了 然後想說陪弄輸了嗎 OK 所以今天就 很快跟大家總結一下 我們今天的幾個 重點 第一個 Vicky 剛剛也都有說我們提到 腰包 腰包 腰包是個 潮流的潮流 對 如果你要在2018 當一個潮人的話 請準備一個腰包 對 一定要背上腰包 對 那我們剛剛也看到這個 很漂亮 很經典的 花圓油彩 花圓油彩 花圓油彩的顏色 好 包括剛剛這個 Daypack的這個 水滴型的包包 還有Vicky幫我們分享 而且我們必須要講一下 他真的很耐髒 就是我去 探水 然後因為我去探水的時候 就放在路邊 然後就髒了 那水就黑掉了 那就隨便用那個 獅子巾擦一擦 就很乾淨 就沒事了 耐屋耐用 對 耐屋耐用 這樣子 所以 今天就是 10點差不多對不對 對 想要吃飯 對 大家 我們今天很謝謝 Vicky來跟我們 一起直播 來跟我們分享她的 穿搭 那大家也不要忘記 我們前面一開始說 今天還是有抽獎活動 真的好可愛 有抽獎活動 很想要對不對 對很想要 想要後面還有這個 還有一個夾成 這感覺好像也可以放 對 所以請大家等一下在這個影片下面 幫我們留言 裡面還有夾成欸 而且裡面夾成還有花色欸 對 花色 欸你 take一下 好 看起來很好用欸 很好用齁 對阿 完了完了 對阿 好想要喔 但我們還是要開放給大家 好 所以大家就是在這個直播影片上面 幫我們留言 一秒邊IG朝人Gregory 好 就下個禮拜三 我們會抽出幸運的得主 可以得到這個 Brackery小零錢包 好 好 那 今天我們就到這邊囉 下個禮拜同一個時間 看水袋背包 我們會跟大家講水袋背包 讓大家帶大家好好的出去玩 OK 掰掰 掰掰 請站在水袋聽紅色彎彎踏街裡 吃